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不出镜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正在迈向高光时刻的草店花园 入住草店花园 现在前面这一片还是比较突兀的 主打观赏草是这个叫柳枝祭 柳枝祭在华南表现真的是特别好 这边大片重复运用了柳枝祭 前面已经是出销过了的一片基底式种植的草原 这个基底式草店种植的基底草有三种 第一种是我面前的这个叫做西叶化莓草长的 非常像野草但是它的观赏性却是表现还有都是最好的 还有这种像死了的草呢叫做棕红台草 它不是死了 然后这里下这个已经开出花色的这个叫墨西哥蒸毛也叫细静蒸毛 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观赏草 但是西叶这么不太耐试 不知道它在这里的表现如何 这些是这个柿草 这个叫柿草夏日美酒 夏日美酒的颜色真的是非常多变 然后这边重复出现了一些金叶蜂香果 一共出现了三棵 旁边有一棵百合叫做安娜塔西亚 然后这边市草都是重复大量出现 现在在夕阳下显得特别的迷人 这些草都在补光 看我的一个pride plant 这个是松果菊苍白 是一个原生的草垫送过去 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一片 然后我在这边种的唯一的一个灌木 月季品种叫做秋园 重复使用了十几二十棵 有个三十棵好像没有二十几棵吧 现在我的花园正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哇真的是特别有治愈感这片地方 感觉像来到了一个天堂一般的草垫感觉 好啦这是我的草垫花园啦 希望它在今年的一整年都像现在这样散发光彩 拜拜